這裡真的也要謝謝公務處的努力 為什麼說 其實本來去年的年終一定會鋪完 那結果呢 後來我又得到一個消息 我們這個公務處也很認真 就是我們的秘書長上次也很認真的去爭取 又爭取到了那個人本的這個人行道 又可以給我們加寬 後來這個人行道一做 說真的長也長也快要又一年了 現在六月了 那當然這個做得非常的寬 那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居民讚許也有加 可是這個柏油到現在還沒有付 我知道因為好像這兩天才驗收完了 才有去驗收 不知道完了沒有 這兩天才驗收 那當然在這裡也要謝謝 就是我們當然有的資源盡量去爭取 那我們在我們市庫最少 又我們最有利的狀況下 我們這些的一級主管可能要辛苦一點 多寫一些案子 然後去多要一些經費來建設我們的地方 那同時我要說的就是我們之前那個課長益頓 他也真的是很認真 那其實我要在這麼多的這個課長裡面 我接觸到的 除了上次我有提到那個公用課的那個志華之外 我這次要講我們的志敦 玉敦 他呢 玉哲對 抱歉玉哲 他現在生那個記證了 那認真的人我想就有機會 那其實這個也是很好鼓勵的一件事情 那只要交代他的事情 他一定就是跟他討論 甚至跟他討論過的 那他都會回報 然後很快的就讓我們知道 那同時你知道我們民意代表 人家問我們的 我們當然要盡快的跟人家回答 而且要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原由 或者是怎麼樣 那在我們市府的團隊上 在我們服務上也好 對我們這個民意代表的服務上也好 我想都會讓我們市民是肯定的 所以在這裡呢 也謝謝這個公務處 那在這裡也提醒其他的單位 其實有些事情 處長大部分都不會 但是你們下面的課長 有時候請他們問他們的東西 也都沒有回答 又過了大概兩三天三四天 不知道他忙還什麼忘了 也有可能 但是我們再問的時候 他好像 就是說那種感覺非常不好 在這裡也拜託 這個市長有時候 在這個 為什麼人家說我們螺絲鬆了 這就是螺絲鬆的地方 再加把勁 然後當然我們的這個素質上 可能在普通的 大家在相處的時候 也多多的聯繫交導 在這裡建議 那另外我就要提到一件事 就是也是上次會期做的 但是好像都沒有消息 上次會期我有那個 以前處長我有講兩件事 就是一件八度火車站 那個積水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再次又把它拉起來看 因為上次我知道 我們這裡的那個燈光太亮了 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 那我又再把這個弄清楚一點 機車八度火車站 上次的八月一次 九月一次下的大雨 那次下的是不小 已經淹到那個機車的輪胎都快淹掉了 如果說這一排的機車 全部淹了到時候要坦崗 是不是要找我們市政府 要來國培還是怎麼樣 所以今天像這些的事情 這些事情 那個我記得上次 現在民主長也上次有回答說 要盡快的 看是不是能夠用潛頓方式 在火車站能夠過去 那但是這個我覺得公務處也不錯 讓這些的人有機會晉升 然後我那天跟處長在溝通的時候 現在代處長王長在溝通的時候 好像也不是很了解 當然我想這個事情 你再給我講一次 什麼時候要來做比較快 我想那個處長 你現在能不能 這個事你知道嗎 知道齁 謝謝聯議員的垂巡 有關八度火車站周邊的那個 雞淹水的問題 然後去年大概那個民主長大概有答應過議員 然後我們在今年的年初 就針對那個八度鐵道前盤洞前的那個 邊溝的瓶頸段 我們目前已經打通了 所以初步的排水是順暢的 現在整體的部分的話 就是涉及到那個預算經費比較龐大 我們也跟水利署要爭取那個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的部分 要爭取預算來做規劃設計 我們大概明年度會先完成規劃設計 然後後續的那個工程經費大位之後 我們就一次來徹底解決來改善 這樣說明 好 謝謝齁 當然他那邊我知道是原先的排水的那個設施 就不是很完整 那有一塊是八度寒洞 那一塊你們已經處理好了嘛 那邊的積水現在就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但是還是有那個高差 不是完全好了 那個你要去了解一下 就是特別是在寒洞底下 它那個柱子 只要柱子那邊下雨還是會積水 所以那個車子走過去的時候 那個噴水就噴得非常高 那但是沒有像以前積得這麼高 但是八度火車站這裡 因為沒有下大雨 還看不到這種狀況 如果再像去年的8月9月 大概下雨下到200 那次好像有到200毫米左右 那個是不是又淹上來 那你要讓旁邊的店家 店家 八度火車站那邊的店家都很緊張 他想說快了快了快 上來要淹到我們裡面 淹到人行道上 就直接進他們家裡 所以這個一定要用點心 趕快去幫我們先處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要說到 也是那個下水道的問題 那個定內街 我現在很納悶的一件事情 我這裡要請問我們都發處 如果一個這個蓋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底下有下水道 不是小小的喔 是大排 這個最少是兩米寬 大概有一米多高 很大的很大的排水 這個水溝為什麼它這麼大 龍門谷喔 定內街你上去左手邊 所有的排水都靠這條在排 你這樣就想得到 那邊的水有多大 這一邊呢 這一條溝是這樣繞過來 這邊是右手邊的 右手邊的山流下來的水 這一條 這一條是左手邊流下來的水 所以我剛剛要請教我們這個 讀計處長 房子可以蓋到這個上面嗎 以你的專業可以這樣蓋嗎 可以這樣申請嗎 你回答我一下 一般大排跟相關的部分 在基礎設施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做讀計畫的時候 公務跟養護單位會提供資料 然後會套在讀計畫做規定 那做規定就會排除不準建築 一般是這種程序 正常是這樣對不對 對 我們定內我知道 定內對我們這個軟軟體育比較熟 有三個社區目前是這樣子 很大的大排 就在他們的社區底下 那我想這個過去 不管是法令也好 那個人怎麼樣的形成這樣 我想不用去追究那些 現在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問題 還有為什麼會這樣說 在納利颱風的時候 因為這裡的水太多了 非常多那個水溝都滿起來 甚至淹水上來 這邊的水出不去 到後來我就知道是會者一條的 會到這個 暖定路15項那邊的 那這樣這邊的水滿了 這邊水自然流不出去了 從綠地社區的地下室 有一個寒洞 不是那個應該是那個人孔蓋 都被盤上來了 砰 跳上來 整個地下開始進水 地下室開始進水 上一次的那個綠地 為什麼沒有一直很堅持的 這個因為那時候 從龍門谷上來的馬路 也流進去有一些水 其實大部分水都從這邊冒出來 結果在去年的8月9月 8月9月的時候 也是下兩次大雨對不對 在我記得是8月那一次 因為這邊有一道水 都從山裡面下來 這邊有一道 我畫這個紅線 這邊有一道也是從山溝下來的 水也很大 這裡的這一個海水 這個水溝也很大 然後在公園的旁邊這邊 線了一個大概有兩公尺 兩公尺那個直徑的一個深洞 大概有三公尺深 我不曉得這個一定是 底下的水路哪裡有問題 然後這邊才會有一個洞下去 想的應該知道 結果呢 我那時候本來要請公處這邊來看 結果那個區公所就 我也跟區公所回報了 區公所就很認真負責的 馬上把那個土啊 就趕快把它填滿 大概這個不能說史無對證 真的是有這個事實 那我現在 是不是請 那個處長公司長你這邊 看看你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怎麼樣處理這樣這個事情 我知道齁 這邊你們之前 每一年都有進去 人走進去巡檢 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一兩條咧 這個還有這一條 從現在從這個 這個綠地社區底下走的這一條咧 那是不是大雨的時候 那次八月九月大雨的時候 他們又要準備要冒上來了 因為水很大嘛 這邊的水太多 這邊都出不去啊 他們很擔心 處長你在這邊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 還是要跟我們 跟我們什麼 謝謝聯議員的垂巡 有關於龍門谷這個區塊的話 大概 我們面向龍門谷的右手邊 就是聯議員剛才所提的那個大牌 大牌的部分大概是我們公務處 會例行性的 會做一些親疏的工作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涉及到那個 定內接的部分 因為那邊的水系可能很多都是 排水相反會經過 可能社區的私人土地的下方 所以那個區塊 我們的想法是說 整個治水還是要用系統性的觀念去治水 因為那整個區塊到底水路怎麼流 排水流向 然後整個坡度的問題 我們會做一併的考慮 然後最近的話 因為我們有發包一個GIS案子 那我們會進行 所謂的下水道的縱軸 就人下去裡面看 看裡面的湘涵到底是不是OK的 然後 因為進到裡面之後 就可以看到 哪邊有其他的排水路再接進來 所以說所有的匯流的部分 大概都會一目瞭然 我們會做一個紀錄 然後會把整個方案做一個研擬 然後研擬好之後 我們在另案 再跟那個議員那邊做回報 以上 你這個時程大概要多久 會不會又要一兩年 是不是議員給我們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把那個解決方案找出來 好 那解決方案找出來之後 我想 針對這裡的 這裡流進來這裡的水 看是你們要怎麼樣先暫時解決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你這裡的 這裡目前的這一條的水路 從這邊下來的 這個31號黃族立新中間也有一條大牌 這邊的水已經就很多了 其實我告訴你這裡的水系以前 石化公園是一個水塘 水塘喔 所有的水 我們小時候在這邊玩 你應該也很清楚住那邊 所有的水是從這邊 這邊進來和這邊進來的 那你這邊就管了右邊 左手邊這一塊 水是相當大的 那目前這一幾條 流 還有從上面也流下來的 你那個水量啊 你是不是能夠 我知道這邊 這邊就不通了 你是不是把這邊的水呢 先從這邊解過來 不要再進去這一條 免得 綠地每次到下大雨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啦 他社區那個蓋子 轟轟轟 有時候甚至在那邊動 因為他那個空氣 從上面衝下來 那個空氣量很大 他那個圓孔蓋 就會上面咚咚咚咚 會叫的 好不好 那處長你再注意一下這事情 那對社區也有交代 不然他們實在很緊張 另外一件事 我想這個 也是跟公務處有關係的 我知道你們在三月 三月的時候有在暖暖溪 暖暖溪你們有輸菌 那我先在講這個事情之前 我先要確認一件事情 他這條應該不是排水 不是下水道不是排水溝 我為什麼這樣說 下水道排水溝 你們是要把它清理得乾淨 對不對 不要有阻塞物 但是如果是吸的話 你們是不是要考慮 在整治的時候 是不是要考慮生態 或者是暢通性 這點都一邊要考慮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知道這件事是這樣 在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 因為我弟弟就住在暖暖溪的旁邊 每一年到了大概三月底四月初 早晨大概天剛亮 差不多五點 五點多 五點多 那時候大概到五點 五點多六點多才會天亮 那時候呢 基隆河的鯉魚啊 奇怪只有鯉魚而已喔 會往回游 回游 就是從暖暖溪上來 那暖暖溪上來在那邊幹什麼 在這些草叢邊 在那邊下蛋 在那邊這個交配 一大堆都會上來 這個魚 他那時候這個 只有遭到小部分的 就是在那些地方 魚都會非常多 在晚上一聽到 就聽到那個水 多到時候 噼啪噼啪 就是因為那個水很淺 然後有草邊 他們必須要有這個環境 那個魚才會上來 連續已經十來年 但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附近的鄰居呢 包括我弟弟他們也曾經去撈過 用網子去撈過 所以魚很多嘛 就是隨便撈都撈到 因為很淺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不用啦 魚都在下蛋 讓他玩 這是好玩啦 那但是在今年 這個狀況就沒有了 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我相信你們這次 在做這個工程 診治的時候 也很認真 把這個河底都清得很乾淨 就像目前這樣子 那之前呢 之前這個狀況呢 這個草 因為沒有做大面積的照 就是指照魚 之前那個河床底下 應該都有一些的高灘地 比較淺的高灘地 那那個上面呢 自然就會長一些草 那有一些石頭比較深深淺淺 所以魚呢 可以這樣很 會跟著這個比較水的水路上來 然後到了 然後到了 到了這一邊 這個藍沙坝這邊 好 到最後到這邊 那 我覺得很可惜的一點 你們當初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想應該沒有考慮到 這種 這種的小河川裡面 必須生態也要去 去注意 包括為什麼有人 在這種的河溝 這小溪要用生態工法來做 就是要保護著 它的生態 讓它有一個完整性 那你看從這樣開始來以後 我就那時候 在施工的時候 我還有去看 我想怎麼在做這個 我也沒有問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些魚今年可能也不會上 因為每一年 我弟弟大部分早上都會打電話 魚上來 你要來看看這個奇景 其實真的是蠻特殊的 就包括上一次 我們在宜蘭的那個什麼潭 也有那個固魚 他們又走一個那個魚梯 讓它走 其實這個都是一些賣點 那我要這樣說的就是說 像我們這些單位 我們橫向在聯繫 必須要去考慮要注意 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 市長我在這裡也提醒您 像在我們開這些會議的時候 也提醒大家 各局處要做一些是有相關道的 必須要去能夠交叉的一起討論 不要把一些的這個 很可惜的資源都廢掉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 暖暖也是一個 我們一直要發展這個觀光 那特別是這些的 這些的生態的資源也很重要 那是不是在考慮 這條暖暖溪 目前配合目前的清水公園 這個是交流處這邊 你們配合觀光或者是那個 採發處這裡 當然其實我這裡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包括水源路的那個 有一些日本時代做的一些的隧道 還有我們現成的那個胖埔間 西式水庫這一邊的廊帶 當然你們現在有做一條橋要過去 那這一些的廊帶都很適合 都很適合我們休閒 我們來慢火來散步 能夠達到我們的這個休閒的效果 那這些的資源我們也要當然整合 那不是在這裡一次能夠說完 那在小地方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去注意 這裡在公務處在這裡提醒你們一下 好 那個另外我在這裡 那個請教交理處 也不是請教交理處 就是說你在這個世上 我想你們要再加把勁 我記得在四月 四月多的時候我們有做一次的會刊 我們也刊什麼就是那個 八獨火車站 八獨火車站這個機車停車的問題 那其實八獨火車站在大概應該三年前 他也重新整理過 也拉過皮 那當初 包括以前八獨火車站前面的一些小的公園 已經都很 實在是很舊了 然後覺得很髒 他們也重新都整理好了 把那個空間也都騰出來了 那結果呢 過了不久之後 你看現在去八獨火車站 又感覺到是原來那個很雜亂的感覺 很雜亂的感覺 裡面現在也做的就是 因為有拉皮有整理 所以覺得欣欣的 可是那外面的空間感就覺得很雜亂 那我這裡就想到 我們當初這個基隆火車站 在做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鐵工局 鐵路局 他做他們的設計 那我們外面的人就沒有跟他做搭配 那我們市長來之後 就整個又通盤再整理一下 我相信這個整理過以後 能夠把一個比較好新的一個樣貌 呈現了之後 外面就沒有搭配就真的很可惜 那如果整個搭配來 整個狼帶不是覺得很亮嗎 同樣的八獨火車站 這裡我要跟那個處長 教育處長 你是不是再整理一下 怎麼樣的把這些的機 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是機車 那個機車亂停 因為八獨火車站旁邊 周邊也都沒有什麼住宅 停在那邊的機車 你知道有多少量嗎 這幾天我去算過 有算過 停到那個八獨停車場 228紀念碑旁邊的那個停車場 還有現在隨便停在八獨火車站 周邊的 包括你有畫格子的 我剛剛看了這個 有淹水這個地方 這個也有機車格 有畫機車格的 大概190個位置 有畫機車格的 其他的都隨便停 那特別是停到哪裡 人都覺得很方便嘛 他因為趕火車 就到了就停在火車站的門口 那火車站的門口 都停滿了 就停到馬路邊 所以在八獨火車站的周圍那一邊 亂七八糟 我是不是建議交理處 你是不是在這個 八獨火車站現有的停車格旁邊 上次有說那個928那邊 要再把它開放 畫成那個格子嘛 那也要求這些機車 就盡量把這個車子停到裡面去 那不要能夠讓八獨火車站前面 是一個近空 你看我們也一樣發展觀光 你還嚇到八獨火車站 那種感覺 真的是很亂 如果八獨火車站前面 也是這樣觀光的 然後有計程車在那邊排班 人來能夠送走 那等公車的也好 等這個要走省道的 台北柯運什麼往台北方向 那個整個地方空間很大 把這些空間都把它 先把機車位能夠把它找出來 把它確定好 然後要求他們一定要停到裡面 我想這是習慣問題啦 應該機動火車站現在不可能 他們的摩托車直接就停到火車站門口 不可能嘛 他一定要停到旁邊機車位去 然後再走過來 那這種當然我們的空間把它規劃以後 自然那個面向就會亮出來 好不好 這個請教你住在這邊多費點心 另外這邊我想這也是一個老問題啦 不過我還是一直要 要來去爭取 要把它達成 這個 我們知道那個東定路 這一段是在定列國中到這個運動公園這一段 那我知道這一段是這個私人土地啦 也非常難搞 那我也很這個在這邊說我們那個 管理路燈的那個公用課也很認真的 上次我們反映過以後他也把那個露樹也都修了 就是讓那個照明的部分都很清楚 但是上次在修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 在修那個露樹的時候 因為內南東定路種了很多的榕樹 那形成有一個好像是一個綠色隧道的那個感覺 就是因為很多嘛 那所以會影響到這個路燈的照明 就也把照明擋到晚上都擋到 那當初這個公用課也來處理 那結果有人就打電話去反映說 你這個樹不要給它修了那麼多 那修的有一些就停了 那當然這是技術的問題 路燈的部分我想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怎麼是把路燈把那個樹修高一點 讓那個路燈能夠在樹硬的底下可以照到 不要說每次下面的樹又長出來又把它擋住了 那都做白工的 而且有路燈在那邊也沒有辦法 找到這個路 這公務處這邊再麻煩一下 這是一件路燈的事情 第二件事 我剛剛講的 這一段路當中 因為私人土地 所以沒有辦法去拓寬 那甚至我們 甚至你上面也紅線什麼也不能畫 因為這就是人家的土地 那在五月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二 禮拜三 會看了一次 會看是什麼 做的結論是 基福公路現在只要大客車不准走東四街 下了高速公路以後 本來是右轉東四街直接就往基福公路走 現在一個決議 是你要走往下走 走遠遠路走到加油站 你看525巷那邊 再繞走東天路上去 好 問題來了 那條路本來就不大 是單線雙向的 旁邊的有一小有幾公尺 沒有什麼路源 那你看大客車現在也通通走那邊了 我們要考慮到一點 我們的定內國中的下課的孩子安全 還有我們定內地區 很多人都會到運動公園去運動 要走路過去 這一些行的安全 我們一定要去考慮 考慮 那另外在這裡我要這個工程可能比較大 我要請這個市長在這裡多佐點默 那其實在上次基福公路在檢討的時候 第二次檢討 那個副市長也有說 這個必須要統整一下 那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基福公路 台外秉線已經通了以後 那東定路現在是他們的替代道路 那替代道路現在這一段替代道路 車流量越來越多 包括大客車也要都走這裡 那你看這裡又是私人土地 那對我們這個地方上來講 這個要怎麼處理 所以市長在這裡是不是 你們有機會盡量去爭取這一段 能夠讓中央是不是能夠撥經費 能夠來徵收這一段 然後第一個把人心道做起來 現在現在是因為根本 連想都不敢想 人心道這私人土地 你怎麼可能在上面動工呢 那我是不是有別的替代的方式 那在這裡我跟那個處長 那個交流處處長建議一下 你在目前還沒有辦法 這個土地是屬於我們市政府的 來管理的狀況下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區隔 在馬路上面好比說你旁邊寫一個行人道呢 或是把它做那個軟直的那種的 那個黃黃的那叫什麼 軟直的那個桿子嘛 把它分開就是這邊人走的 另外是不是在請市長 我們在這個都市計畫的時候 這條路是不是趕快納入 那個都市計畫道路裡面 這些來用其他的方式 趕快把這條路解決 不長大概150公尺到200公尺而已 好不好 市長在這裡 所以我先請處長好了 處長你跟我講一下 現在短時間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來處理 那個交流處處長 真的一座講了 那個短期的部分 對不起 我可以用標線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先處理 那軟直分享我們再去看一下 因為內部下坡有轉彎 那對行車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那我們來評估 但是標線部分我們可以先處理 另外我們請市長 我剛剛針對那個路的部分 還有我們 這個可能工程比較大 那因為你來統合可能會比較方便 好 謝謝 好 謝謝 針對東定路這一段 我想我來做答覆 那個我想第一步 應該我們在政策上 看能不能跟交通部來定位為東定路 就是實際上確實是基輔公路的 這個對他的一個替代的一個道路 我想這個在政策上做確定 那我們才有辦法在中央來爭取經費 因為等於是說這個中央是有責任的 到時候包括公路總局的經費 才有辦法下來 我想如果是市區的道路就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定位為是基輔公路的替代道路的話 那我們才爭取經費上就有一個基礎 我想政策上我們應該是這樣子來努力 我們也會來 我想也會來請我們基隆在地的立委 一起來做協助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我們是有希望的 請這個市長加油 另外一件我要請教公車處 公車處處長 這個基隆有 時間到了 是嗎 時間到了 再給我一分鐘 一分鐘 那個第一件事 我們這個基隆的後車停 我要講一下 這個你們的處裡面 我想 一點點 我們是有遵守時間的 因為下一個時間 對要等到下一位 好不好 我一直以為要到 沒有沒有 時間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下次乾淨 那其他的 今天就到這裡 那其他的我再用書面 書面報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聯議員 用心努力的 市政總質詢 那麼下一段 下一個階段由 藍米黃藍議員 9點55分開始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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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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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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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